清洗过晚瓢盆 生活中处处都得用水 但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约 一千万居民因为干旱 被迫从11号开始陷水 各区每10天会轮流停 子宫水24小时一次 这也是波哥大自1984年以来 首都实施轮流配水 限水期间只能从出水桶摇水来用 不管是餐厅还是家庭 如果没有事先储备足够水源 限水当天的日子将会非常难熬 博哥大市政府表示 实施限水措施初步已看到 民众结水的成效 希望尽速等到天降甘霖 解除严峻汗象 白新闻 武贵真编译